波在谈败选检讨的同时 也有民进党支持者把蔡英文跟最近爆红的林书豪联想在一起 支持者说因为蔡英文当初也是以党龄最资前的党主席之资 在政坛迅速的窜红刮起小鹰旋风 还有人说蔡英文跟林书豪坚持的精神是如出一彻的 只不过蔡英文现在看起来有些心灰意冷 但绿营立委也安慰支持者说 其实只要让蔡英文沉淀一下小鹰旋风 必能再起 民进党支持者泡茶聊天 每天下午主动到礼办公室报到 怎么聊话题都围绕着蔡英文 林书豪上球场就跟小鹰上战场 选战战场一样 坚持自己的理念她是要打球 要把球打得这场球打得很好 那么小鹰也是一样 她在竞选上她一定尽心尽力去做 理念坚持混战不屑 把最近在全球窜红的林书豪和蔡英文做类比 想当初小鹰旋风也是迅速窜起 只是历经新北市长总统大选 蔡英文还有战斗意志吗 基层很担心 感觉好像就是有一点派系都整好像这样子 如果我是她好像也会很失望 有一点心灰意人的好像有这种感觉 谢谢大家 这些话中充满无奈 就怕蔡英文卸任主席后对政治死心 但民进党立委没那么悲观 林书豪跟蔡英文共同点就是民众都很喜欢他们 而且他们都能创造民众的光荣跟骄傲感 选完之后务必要让她沉淀一下 这个跟运动比赛不一样 今天打完明天又要打一场不一样 那让蔡英文沉淀一下 我认为她会重新触发 这应该善用小英过去再起初的实验政纲 以及她作为我们民进党的首席顾问 应该来主导这个政策委员会 当然我也是建议未来的党主席 能够敦紧小英前主席来担任 请下届党主席帮蔡英文留个位置 只是这回败选检讨报告 完全没提蔡英文本身 党内也有反弹声音 随着礼拜三败选报告正式出炉 能不能让党内满意 也是小英旋风能不能再起的关键因素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